Hello 大家好 編輯商量Bili巴拉托 久不久 人們會來講 每十年逢一潤就會有股災 但是2008年之後 我們見不到有股災 另外很多人也會講 會出現十月驚奇的情況 電台時也有來訪問 也提過這件事 當時我已經說 有機會發生的可能性 其實是不高的 但是這些說法 每年都會喜歡有人來講 怎樣都好 十月早已過了 十一月今日都可以說 在投資市場畫上一個句號 正確來講 十一月是非常非常好的結果 S&P500 升了12% 如果我們可以切割 如果說是關於大選 和關於疫苗的話 大約有6%是關於大選 有6%是關於疫苗 因為很清楚 一個星期是關於大選 一個星期是關於大選 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 你可以這樣說 就關於疫苗 雖然今天 星期一 我市場有少少的回落 但也影響不到 這麼亮麗的回報 不知道你的投資 在十一月內賺了多少 差不多到年尾 有人歡喜有人少 但據知 我有不少朋友 都是開心 多於不開心 但是 我還未知道 有些人是超級大賺 甚至 有些人 現在就開始丟臉 說 在這個pandemic過程當中 哪怕 跌的時候 沒有選手難腳得那麼厲害 但是 在大跌的時候 他希望能夠收拾多一點 於是 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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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又等之後 收拾得不夠多 以至到 Portfolio的Return 到今天為止 就不是說 真是很理想 即使recover了 這個世界 沒有完美的投資方案 不算撞手臣 即是 你長線 很堅持 很堅持 去有一個平均的Return 的話 如果你一向都是比較 保持的 你去到一個大臨時的情況 而能夠很成功地撈底 然後 拿到一個超級大的回報的機會 相對來說 自然 你去小 因為 去到 多低的時候 你都會 感覺上低處 微旋低 同一時間 你感覺上 也會覺得 你拿著 Cash 盡量減少損失 這樣 才為止 明知 實際上 你也做得到的時候 你之後的回升 就未必能夠 好像其他人 那麼好 如果你是非常 激烈的 你一直都是這樣 你很難 在一個大臨時 就不會變成大雜蟹 或者本來賺很多時候 會洗澡很多 但是 另一邊 這樣做 就可能有多些機會 你會看得盡 以至於 大跌的時候 就 擠牙膏式 擠到一些 Cash 來 趁低吸納 當然 始終 究竟你 對於 後市有多理想 以至到 你是哪一個時段 買入 太早買的時候 你賺得不夠多 甚至乎 有一種驚恐 去到 大跌到 差不多的時候 都扔回 結果 就被人左一巴 右一巴 太遲的時候 可能 你也會有 其他的問題 以至你會覺得 會不會 已經明朗化了 以至你又不夠膽 去駕駛這麼多 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 投資 是一種藝術 一種科學 但 同時 這跟 每個人的性格 都有關 Anyway 今年 坐完 過餐車之後 至少 至今為止 都是無驚無險 無論 你的回報 是平平無期 又或者是 跟S&P500 差不多 在這個 11-12%的水位 甚至乎 因為你是 買了一隻 變態地 賺的股票 今年 賺過滿堂熊 這樣 在這裡 恭喜大家 暫時來說 都無處無難 我的同事 兼朋友 今天 仍然 不舒服 他說 那個情況 仍然 蠻反覆 同時 跟他 一起住的 兩個兒子 都證實了 確診 不過我不知道 是 秋生死占 很不幸 的 還是 年輕人的確 精力充沛 抵抗力強 他們 純粹 有少少頭暈 頭痛 兩天 就說 沒事了 濕濕睡 COVID-19 so what 搞到 我聽得出 我的同事 發表這個 說話的時候 他 是 少少的 他欣喜 但同一時間 是更多的妒忌 他頂你 同時 他老婆 沒有確診 正確 當肺炎 一開始肆虐的時候 柱刀老婆 中了招 但是 柱刀沒有事 但柱刀老婆 那個 健身教練 中招 那些人 就謠言 每天飛 究竟 柱刀和他老婆的關係 是有什麼問題 現在 亦都令到我們同事 去涉涉之語 究竟 我同事和他老婆之間 是否有什麼問題 Anyway 只是開玩笑 他家人 中了 立即 沒事 那就好事 沒有中到的 亦都是更加的 喜順 那 講講 上個星期 經濟數據 上個星期 其實不多經濟數據 美國方面 有個人負責 升了0.7% 非常不錯 比起去年 同時 個人負責 也是升了0.5% 開始有少少 慢的跡象 同時 個人負責 進一步降低 記得 3月 是30% 因為政府大派錢 現在跌到13.6% 比起上個月的14.3% 又有稍稍的回落 但是 失業救濟金 這個 Initial 的 Job Loss Claim 這樣就上升了 去到77.8000宗 雖然 比起最差的時候 5M人 攤大手把 問政府 拿錢 其實少了很多 再加上 失業率 之前分享過 回落到6.9% 不過 距離 這個 疫情的時候 仍然 都有 很大的 一個 階段 需要慢慢 修復 同時 各個 失業救濟 仍然 反覆 始終 未必是一件好事 說起 失業救濟的時候 有些 發生事 話說 當時 加拿大 同樣的 大派錢 我自己也是 同意的 亦都支持 因為 如果大家 一起斷氣的時候 這樣對經濟的打擊 很大 而打擊到一個地步 亦都無法 這麼快 能夠 recover 如果不夠的話 正如 這個 08 海嘯 當時 當然 那個 情況 和舊的 對象 很不同 但是 居然 有 82萬人 或多或少 來 困政府的 錢 可能 沒有資格 去申請 但 照 申請 政府 令 種物 攬 還是 總之 他很寬鬆地 先派錢 之後 才慢慢 確認 最後 現在 發覺 有百多億 都是這樣 來 慢慢來 問 這些 傢伙 在Honor System 都有很多人嘗試 來扮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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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是一件很好的事 另外一個更誇張 話說 有一個印度裔的家庭 她的爸爸是IT人 媽媽也是IT人 兩個子女都是IT人 大家都是在政府打工 而且有份設計這些派錢的程式 於是她就吃甲棍 用了她自己的一些方法 在BML開了四百多個戶口 然後整個總動員 拍出戲都可以 就騙了政府 不同的家庭支援的資金 11個Million 最後被人抓到 現在她要凍結所有財產 吐回所有 然後發現到她們 老公老婆加起來 都是陽光政策 政府公務員的人工 超過10萬就是陽光 她們兩個人都是陽光 加上二十幾三十萬人工 頂你 但仍在這裡 真的騙 騙這麼多 當然你可以從一種 偷騙拐騙客 玩笑聰明的概念 為何這麼差 證明你的IT不夠厲害 居然被人發現 你不發現就沒事了 那你就聰明了 你可以用這種惡毒 世上的小聰明的方法 來想她 做得不夠好 下次你要做好一點 Anyway 這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政府 假如所有人都是 來接受那些錢財都好 無論是美國 或者加拿大 都是 Dead to GDP 都是爆升 現在有美國不少的地方 自從拜登 尤其是 叫做了總統 他宣佈要正式 COVID-19 同一時間 譬如加拿大 亦都有不少地方 半禁止 九成禁止 甚至全禁止 這對於經濟打擊 是非常大的 以至到很多時候 有個越來越大的 Debate 就是 究竟你是補經濟 還是補人命 Potential的人命 而越來越多 呼聲 其實覺得 當是這樣 來封閉 一來 我們已經試過一次 似乎 都不是這樣 再這樣做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 效果呢 另外就是當你打擊經濟之後 未來的貨幣又升 社會的問題又升 又如何去解決呢 越長的話 只會解決的困難越大 哪怕就算你沒有問題 你純粹就是 Pay off貨幣 連 interest 都不是很高 都是一個問題 原因是 你始終會失去 opportunity cost 以至本來要做某一件事 結果你就用來Pay off貨幣 這些都是 現在的一些關鍵 爭拗 你不要管 有時候那些立場 或者理論上的事情 未必能夠完全可以用道德來講 哪個一定對 哪個一定是錯的 雖然我自己 都會覺得 封閉是需要的 在同時 有很多鬼 說得 歧視一點點 真的完全沒有 sense of protect自己 那裏才拿命 其實 你好像香港 你好像台灣 大家比較behave 一點點的時候 乖乖的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 下下搞到這樣 落單 但這個真是拿苦來仇 所以 沒有得遠 今個禮拜 投資的一些經濟數據不多 下個禮拜會多些少 加拿大會確定第三季的GDP是多少 第二就是 unemployment 又會再出路 美國那邊 亦都會有manufacturing index 估計都OK 接受到理想 又是那句 都可能繼續會 slow down 少少少 除此之外 就不是說太多特別的 一些更新 在當中 繼續看 接下來的走勢 疫情的更新 疫情的更新 影響 慢慢減退 始終 今天 比較 調整了很多 我始終覺得 當你的經濟 還不是真的 再重新 但是 指數 就不斷地創新高 創新高的幅度 和升幅度 就好像 新增的確診過漢 一樣 成一個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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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合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也會覺得 它 in general 股市下跌的機會率 是大些 大家都要小心 穩陣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收聽 subscribe like和share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